马英九总统今天应美国史丹佛大学邀请发表视讯谈话 他在演说中强调目前台美关系是36年来的最佳状态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政府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处理两岸关系 并以低调 零意外原则与美方维持双边关系 余会学者也分别就国防 经济和两岸关系提问 马总统一一明确回答 不仅在场学者大为赞赏 两百多位余会者也掌声不断 我认为他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要说 台湾的发展和交流关系 如何保持在南中国和南中国和南中国 如何推荐台湾的国际安全 美国前国防部长裴利担任主持人 他表示马总统只剩下一年任期 回顾他任内留下许多令人赞赏的成果 国防安全也较七年前刚上任时大为进展 再次再次登陷 世界内留下了 又和国防 dealers 所以我们可以留下了 更多的预充 它送了一年的货币 更加适合 我们更加适合 去与台湾的一晚 台湾的一年代 所以既然货币了 马总统也重申维持两岸现状的重要 他表示所谓的现状指的就是不统不独不补 在九二共事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我国驻美代表沈女巡指出 马总统就职七年以来施政成绩相当不容易 从原来跟大陆一个紧张的关系 基础是一个内战的延续 使今天变成一个不但对两岸都有利 而且对美国对整个国际社会 对区域regional都有利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成就 会谈时间大约一小时 由于未能回答所有民众的问题 马总统还请戴蒙戴维搜集问题 将尽量一一回复 也获得在场民众热烈回响